在中国当局宣布将对16种美国商品暂停加征关税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也释出善意 推文宣布将延后两周调升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 从10月1号延到15号 并表示延后加税是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要求 因为中国将在10月1号庆祝成立70周年 对此香港经济日报分析 川普近来先后延迟贸易谈判跟下轮关税生效的时间 反映美中贸易战有缓和的迹象 接下来为了保障经济跟明年大选的连任机会 未来几个月川普可能会先暂缓贸易战议题 或者等到明年初民主党初选明朗化之后 再发动下一轮的贸易战攻势 对于川普谋定后动之举 报导认为将可为川普带来两大好处 首先年底是美国经济的传统旺季 先前川普也明说自己之所以把部分新一轮关税生效时间 从9月压后到12月中 就是为了年底的感恩节跟圣诞节的购物旺季着想 若第四季的经济表现不俗 更可成为川普打2020大选的弹药 另外民主党初选局势仍处于混乱的状态 川普没有必要在敌手不明的情况下 多搬一块贸易战的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不如等到民主党初选底定之后 他在试情况来衡量是要达成协议 或者是要展开新一轮的攻势 也尤为玩意 中国11号宣布16项美国商品豁免加征关税清单 不只市场认为这是强烈的放割信号 就连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这是积极之举 也是重大措施 并宣布将延后两周调整新关税作为善意回应 但路透社却引述 ING银行大中华经济师彭矮饶的分析报告指出 尽管在谈判前北京豁免的举动 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对美国的诚意姿态 但这其实更可能是一种支持经济的手段 他认为未来贸易谈判仍有许多的不确定性 仅仅这16项豁免清单不会改变中国的立场 甚至跟已经被中国加征关税的5000多种美国商品相比 这一份排除清单就显得微不足道 不过香港经济日报认为 中美双方近来口气转趋温和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日前在北京会见花旗集团行政总裁时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 认为这不符合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的利益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日前也亦改强硬立场 呼吁美国各界人士应该要对谈判保持耐心 再加上之前立场亲中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表示 他认为美中两国有6到7成的可能性 可以在11月举行的IPAC会议上达成贸易协议 但前提是美方必须要放弃对中国两成丧权入国的要求 中国经济面临贸易战跟世界商业周期等影响 种种压力造成今年三季GDP增幅可能低于上半年 但四季度受降准刺激回稳 应能把持在6%以上的增幅 不过2021年到2025年14.5期间 预计增速会跌破6% 但还不至于经济失速 综合路透与自由时报报导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奇 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中国经济仍因为消费升级 区域发展活力强等因素 而较其他的经济体增长更快更稳 而且也会较有持续性 因此尽管发展减速 中国经济仍不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即使14.5GDP增速跌破了6% 但仍会在5.5%左右 跟全球主要经济体比较 仍属于最快的增速 此外他也表示 中国宣布全面取消QFIT 跟RQFIT投资额度的限制 预期可进一步提升 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 他强调必须理性 看待中国经济的减速下行 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中国比以往更难进入美国市场 但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在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况且中国借由一带一路 跟东盟以及欧盟合作等策略 部分仍对冲了贸易战的损失 至于货币政策方面 陈东奇表示 后面还有降准的空间 可以给市场提供更宽松的流动性 他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 不必跟随美联储 而是应该要根据自身的需求 关键在时机的选择 德国外长马斯跟香港众志秘书长 黄之锋会晤 引发中德口水战 德国之声报导 中国驻德大使吴肯 11号在柏林透露 中国外交部正式召见德国驻华大使 表达强烈的不满跟坚决反对 他还指出 中方之前已经一再要求 德方禁止黄之锋入境 马斯等德国政界人士跟黄之锋的会面 也将对中德双边关系构成负面的影响 吴肯表示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 某些极端分子在民主的外衣下 掩藏了破坏法治 破坏社会秩序 破坏一国两制的真面目 而且中方也掌握了确切的证据指出 境外势力介入了香港的示威活动 中央社报导 黄之锋9号晚间抵达柏林 除了会晤德国外交部长马斯之外 也拜会各党议员 游说他们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黄之锋坦言 此行获得的支持比预期的还要来得多 他认为德国人之所以支持香港 可能跟他们30年前 也曾经反抗过独裁政权 最后成功推倒柏林围墙有关 不过他也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 强调自己并非分裂分子 他只是希望香港能够落实普选 选出属于自己的政府 自由世界必须支持香港民主化 他强调光是发表声明还是不够的 呼吁西方国家能够采取具体的行动 接下来黄之锋将飞往美国 游说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他说从目前得到的回应来看 他对美国近期通过这个法案 非常的乐观 正当香港反送中风波越演越烈 澳门也迎来新任特首贺一诚的上任 综合星辰电台跟香港电台的报道 贺一诚被问到澳门正改进程时解释 照澳门基本法规定 因委任制度已经确立 目前立法会议员仍无法进行普选 至于特首选举 虽然已经有方向跟目标 但碍于预算不够 目前仍无法确定何时可以启动 对香港的反修例事件 贺一诚回避评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只是表示相信香港特区政府 有能力处理问题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美国涉嫌性侵中国女学生案 11号在明州法庭首次举行听证会 综合端传媒跟家国无忧报导 听证会上双方律师团针对起诉书 跟传票的递送方式展开辩论 被告律师指出 原告并未将相关的案件信息 有效送达给人在中国的刘强东 使得被告方没有收到告诉文件 并主张原告应用海牙公约规定的国际程序 来递送相关文件 原告则是希望法庭可以允许 透过电子邮件等方式 更便利地将起诉书等文件送达给刘强东 但被告表示 透过电邮传送并不符合程序的正义 对此端传媒引述现场旁钉的实习律师 同时也是中国女权运动者梁小门表示 原告认为被告此举是在利用程序来拖延时间 因为被告提及的海牙公约程序 旷日费时 可能长达一年 也会提高原告的诉讼成本 加上原告之后 如果毕业离开美国 势必无法频繁出庭作证 最后法官裁定 给予原告三个月的时间 采取尽量符合海牙公约的方式 来递送文件 并在明年1月7号召开第二次听证会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今天上午透过发言人蔡沁瑜宣布 即日起正式退出国民党 东森新闻报道 尽管国民党大佬 刊登三大报广告来力劝团结 但蔡沁瑜受访时表示 郭台铭可以理解大佬们的担忧 但其中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 很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 在把持这个政党 台湾人民是不会认同的 他表示这些中常委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前 完全跟郭台铭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背道而驰 郭台铭也不会眷恋这个政党 另外今日新闻指出 尽管郭台铭已经退出 红海第一线经营 但在其宣布退党之后 红海的股价仍然大涨 涨幅相对强过于其他的全职股 显然退党并没有负面冲击 在郭台铭透过发言人发表简短退党声明之后 国民党中央也在今天中午召开记者会 表示对其退党声明深感遗憾 不过新头壳报道指出 国民党考机会主委魏平正表示 国民党对于退党或者是党纪处分有一定的程序 不是说退党了就拿郭台铭完全没有办法 他同时指出 郭台铭的退党声明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厘清 都需要再一次的商榷 至于郭台铭是否会准备进行总统联署 他的发言人蔡庆宇则表示 9月17号会有答案 届时一定会向外界交代清楚 索罗门群岛跟台湾断交的传言不断 自由时报引述澳洲人报报道 索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受访时表示 跟台湾交往必须要看澳洲的脸色 之前他曾经派警察到台湾受训 但却遭到澳洲前外长要求停止相关训练 只因为他强调索国是澳洲的地盘 相较之下 中国不仅可以提供援助 还可以不用看澳洲的脸色 他更说重话贬低台湾表示 就经济跟政治层面来说 台湾对索罗门群岛毫无用处 展现了强烈的断交意愿 对此中时电子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2号表示 台湾确实面临挑战 但他强调两国这几年来 有很多方面的合作 这些合作案也带给索国人民很多照顾 认为他们应该可以感受到台湾的诚意 但索罗门群岛真的会跟中国建交吗 苹果日报引述索罗门新报披露 8月索罗门群岛派出一支部长级的代表团前往北京 并在18号见到了中国外交部 负责美洲大洋洲事务的副部长郑泽光 谈及与北京建交的内容 据了解当时郑泽光只告诉索国代表团 一切的晶元跟发展选项都得等到索罗门跟台湾断交 并且投向中国之后再谈 什么承诺都没有给 只谈及一般性事务